各位,刚才讲的应该都没问题吧 对,以各位的智慧,我讲的都很浅,对不对 来,各位,那我们现在要讲第二句,第二个概念 因为 因为所有的人都迷失在这个现象 所以佛呢,以他的智慧 以及他的悲心 乃是涅槃真的 各位这个是,这个是不是视线,是开示 那各位涅槃 涅槃这个名词在佛教是一个很重要的名词 很重要的名词 因为涅的意思是不生 盘的意思是不灭 所以涅槃是不生不灭的意思 但是各位,你在读佛法一定要有一个概念 你听一个名词 你不要抓住那个名词不放 你要能够千变万化 我现在所讲的不生不灭 这个指的是大臣,这个指的是大臣佛法的说法 在 在原始佛教的经典 他的说法 所谓涅槃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人熄灭了贪 称痴 这种状态叫做什么 叫做涅槃 叫做涅槃 那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说法不一样 我们就在那边争执 谁对谁错 不要这么说 不要这么说 那各位 那涅槃还有一种说法 其实就是剪头 就是说我已经不被任何烦恼所束缚了 我已经不被任何烦恼所束缚了 那各位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到底被什么所困呢 我相信大家听很久了都知道 但是问题什么 所以生气的就是说什么 如果不知道 自己被自己绑 还有话可说 对 各位你会在家里面 拿那个胶带绑一绑之后 然后打 打电话 对去报案吗 对 如果你绑一绑之后 打电话去报案 你觉得警察是来救你呢 还是 还是抓你 去经济罐 谎报 有没有 一天都在谎报 各位 你觉得世界上有这么傻的人吗 现在问题是所有的人 都是这样的 假设没有大事大路的人 所有的人就 各位 你听我的批 就是很荒谬 但是问题我们就是这么荒谬 我们现在是拿着自己的想法 那个想法就像交代 然后把自己来困的动态 不得 有没有 然后等一下打电话给生命线 有没有 等一下打电话给张老师 然后怎么说 有没有 说他 夺歹命啊 对不对 怎么样啊 人生过得怎么样啊 他不想活呢 等一下要希望别人来救他 各位你希望冲进来的是 白马王子还是白雪公主 对不对 但是他把你救出去之后 说不定把你卖掉 虽然自己价钱不好 但是 卖个当什么 当台佣 台佣 你还可以多少做一些事 至于之为 我们今天最气的就气在这里 是我绑着我自己 对不对 这个概念叫做明知故患 你真的明知故患 听佛法听这么久的人 你们不要明知故患 对不对 那你说 那是我不要明知 明知故患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对不对 我应该怎么办呢 来宝贵说说看 不要明知故患 不要明知故患 那你该怎么办呢 就是 做就做嘛 做只是做 不要去 去 设限说 我做的 不要几样 你会不会说 这叫业力 这叫做喜气 会不会这么说 诶 诶诸位 不管你怎么说啦 你要解决问题 这样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我们学了佛法 知道这大概是什么 什么情形 然后你讲出他的名相 对 但是你还是要解决问题呀 你不能够讲说对 因为这就是业力呀 这种惯性呀 这就是这种无名呀 所以 所以我没有办法 诸位 不是这个样子 其实好的老师 他往往不告诉你答案 对 因为他告诉你的 都不是好答案 你挺悟的 才是最好的答案 各位你要记住啦 你挺悟的 才是最好的答案 别人告诉你的 都不是最好的答案 为什么 因为你用不上 所以诸位 所以 所以你在读佛法 不是只有一面去解释他 你现在读的每一句 就是你自己 解释佛法 或是你在家里面 自己进修 你要把握出一个观念 把握出一个什么观念 他现在讲的就是我自己的状态 你这样学习呢 你对佛法会很浅切 对 那如果呢 如果你的学习的方式是说 六祖怎么说 这样不浅切 对 现在讲的就是 我的状态 那各位 如果你有那一种的 状态 不好的 你要想办法突破 如果你本来就是很好的 你也不可以执着 以为 以为说你都好像什么 好像都没有事 你还是要什么 还是要好好地 继续观察自己 对 好好观察自己 还是一位 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因为有的人他虽然有痛苦 他也不见得会承认 各位很多人都是强言的 看笑 如果你跟他讲说 你有怀恼呢 他有时候对怀恼的定义 也不太清楚 对不对 所以我常常会跟别人讲说 譬如说我们在工作上 常常会遇到瓶颈 有没有 常常会遇到瓶颈 然后每个人人生当中 一定有他自己的问题 我常常会提这个概念 其实就在讲这个 那这个 各位这个是补体 我一定不会讲说 当你环绕没有的时候 你就真的恩怀多了 我三秒三不停 我就不会这样讲 各位我不会这样讲 对不对 然后我也 我也不轻易讲出觉悟 而是我会讲说 对不对 你自己如何解醒 你好气啊 怎么醒过来 各位 你怎么去醒过来 各位你怎么去醒过来 那各位 这个 这个就是 涅槃 简单做吧 这个就是一种解脱的状态 这个就是一种束缚的状态 这个是束缚的 这个是解脱的 好 那各位 那我们从前的开始说 各位 谁帮你呢 对不对 谁帮你 当然是我家人帮我 换谁帮我 对不对 我老公帮我 我老婆绑我了 对不对 我家那几只那对 小犬绑我了 还有宠物都要绑我了 对不对 就是一位觉得别人绑他 所以才有一句诚语 对怨天什么 有人 这个是最粗浅的 这个我们就不用说了 依我们这一般的程度 对不对 都不要听这个道理 因为这个道理 已经不用 所以我讲这个道理给你们听 是误录你们知道吗 我讲给你们这样 你们学这么久了 你们得到一个答案 一定是我自己什么 绑自己啊 各位一定是我自己绑自己啊 现在问你呢 来 来 对不对 是不是你自己绑自己 你现在都不要动哦 你不要动哦 你的知识保持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知道吗 然后你站起来 你站起来 对对对直接站起来 你制作不要动 不要动 对对 来转过大家 各位你有没有看到他现在绑住他自己 你有没有看到他现在绑住他自己吗 你有看到一种手勢吗 对不对 但是各位 他 我们会忽略做什么 原来绑自己啊 在他的内心的世界 认为他是一种保护 对不对 有时候一种是一种什么 保护 有时候是一种安全感 知道吗 所以下次来上课 对 铁龙也要带来 来我们坐下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有的买方式 要不要加铁窗 就是没有安全感 所以有时候要加铁窗 对不对 对 现在在谈个更深的问题 来鬼里啊 来鬼里 就是你 你看他的衣 有声 有声 听你穿的衣 你几号 跟你开玩笑 还不行啊 各位 他就是有修行 我才敢跟他开玩笑 来了 来了 你现在认不认同自己绑自己 认同 认同哦 好 那我问你有没有 对啊 那你自己是 你自己是 自己是什么啊 如果你被绑绑的 你可以回答我 我被绑绑 对不对 那如果你被心绑 你可以回答说是我被心绑 如果你被身体绑 有没有 你可以回答说我被身体绑 对不对 但是我刚才呢 对 是问你说你被 你可不认同 你被自己绑 你说你认同 所以我现在问你说自己是什么 我现在在问你自己是什么 你看 其实你不知道被什么绑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你回答我 你没办法回答我自己是什么 你只要回答得出来 我们的衣服交换 再回答一次 我还不想交换 我还不想交换 我还不交换 你不想交换 你不想交换 我不想交换 我不想交换 你不想交换 我不想交换 我再引导你 你知道你为什么自己的概念吗 因为被自己的線款开了 因为你看到 你看到你 你看到你的现象 对不对 要求我自己的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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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自己的概念 最强烈的是来自于 你看到你这个身体 就是你从小到大都看到什么 你这个身体有没有 然后又看他渐渐的 的茁壮 对 接着就要渐渐的什么 衰老 渐渐的你可以看到你死亡的那一刻吗 可以看到吗 可以 我说你 我说 我现在不是讲一知识识 我说你死亡的那一刻 你看到那你可以看到吗 他就跟我们发生 不知道 旁边是我们旁边的人看到了 所以各位 自己自己的概念 自己自己的概念 其实最强烈的 就是因为他曾经看过他的身体 然后这个身体 你一辈子跟着他 所以 这个概念就把你抓得很紧 对我们在 对我们在 在谈自己的概念 所以 这个东西没有参破 你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好了 脚伤了 好开 我要叫你做一下 你要说话 所以 有时候你再回答 对 但是 你接下来就没下文 有时候你好像讲错答案 但是没有下文 没有错 对 所以我自己帮自己 啊 那你问他 你为什么不逃开 我甘愿啊 各位是我们甘愿吗 还是我们愚昧 对 所以之后 你要继续追 你要继续掺 你要掺 破他 对啊 我说被我自己绑 自己是什么 各位这个 因为谈到这个部分 就要接下来讲 下面的 下面的问题 说声很深啊 各位说声真的是很深 这个真乐呢 我们就不用说了 这个是什么 到那个境界 自己就知道 到那个境界 自己就知道 为什么要说真乐 不说乐 因为怕 怕 怕人家掉落 对待 热跟苦是 对待的 所以这里讲热 他的意思是超越苦跟热 是超越的 所以我给各位建议啊 有时候我会对一般人讲说 你的人生到底在追求什么 有的人我会说其实你的人生到底在追求什么 你想一想 其实就是快乐两个字 但是怕很多人误会这个名 名词 什么叫误会这个名词 比如说他以为说他去 卡拉OK唱歌他很快乐啊 对不对 比如说他即使什么 醒了 他赚多少就什么 就花多少啊 有很多人 他把那个乐的概念 他也搞不清楚 所以我后来慢慢不讲快乐 我后来 改做两个字 但是我也不可能讲涅槃 没有学佛的 你跟他讲涅槃 他还问我说 槃子去哪里槃 对不对 我只听过很多的槃子 就是没有听过涅槃 我会跟他讲说 其实人生最想要的 就是一种瓶颈 因为是一种瓶颈 你可以好好的去 如果你 如果你过去的人生 来不及观察 那你就回忆一下吧 你已经来不及观察 你就回忆一下 人 人啊 各位就这样说什么 有很多住在乡下的人 有很多住在 山上的人 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是来都市打拼 有没有 但是当有一天 他有所成就 或是有一天退休 几乎都会选择什么 又会回归回去 有没有 他的故乡 因为他绕了一圈 他感觉到 他最想要的 是那一种 平静 平淡 平常 平安 得人生重的 你们觉得呢 闹了一圈 你不要那个时候才想到 这样年轻人知道吗 年轻人 因为他们 我说我不想跟他们谈 那年轻人 那你觉得 你觉得这一群长辈 他们已经知道这个道理了吗 真的知道呢 还是那一句话 明知故凡 大家 不甘安于孤独 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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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虚 没有人关心 没有人作伴 养了一只狗狗 养了一只狗狗 你就说他们 他们体悟到这样的意境吗 所以各位 人的智慧 不是年龄的问题 是你到底没有领悟的问题 所以各位 所以 所以佛才会讲说 就是开示我们 如何真正达到解脱 那一种禁忌 那一种禁忌呢 就叫做真热 如果全民来讲叫做 常热 我禁 全民来讲叫做常热我禁 好那各位那现在关键就下面这一段的话 现在这段话 下面这一段话就是 佛要去解释 那一首祭 哪一首祭 诸行无常是什么 是生灭法 对不对 生灭灭以 极灭什么 鬼了 现在就是六祖要去解释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 透过六祖的解释 他 他权势的呢 很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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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权势呢 这一句话 撒纳 撒纳无有身相 撒纳 无有灭相 更无生灭可灭 是者 即灭现前 当现前时 亦无 亦无现前之量 乃未常乐 各位这段 这段话你要引号 其实他在解释 他在解释 这段很重要 各位 各位请你看 请你看我这一支饼 我这一支饼 等一下 忽用 等一下忽用左 如果我跟你讲说我这一支饼 从来都没有动过 你相信吗 然后我的手呢 等一下 对向上 我的手呢 等一下向下 我跟你讲说 我的手从来 都没有动过 你相信吗 各位这样的道理有没有很深 有没有很深 那各位 那我现在开始想办法 让你们听得懂 想办法 有一个孩子 有一个孩子他住在海边 然后他有一天 对去沙灘上 跑步 然后没踩的一个脚印 就一个足迹 对 然后跑完了之后呢 那小孩子呢 就看到 沙灘上的什么 的足迹 他不但看到 沙灘上的足迹 他还以为 那个足迹是谁的 是谁的 是自己的 对不对 是自己的 等一下 涨潮了 对 然后海水一来呢 就把足迹都冲掉了 然后小孩子呢 就回家 回家 对 就哭着回家 对 跟他妈妈讲说 有没有 他的 他的 他的足迹 足迹是他的 他已经消失了 所以他很伤心 所以他也很难过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因为你是那个小孩子吗 你为了个父母 你会跟你孩子怎么说 来当父母的举手 你们这次再不敢举手 我就 你们都当父母 对啊 来你 对 就是你 就是你 你会跟 你会跟 你的孩子怎么说 刚才那个故事啦 刚才那个屁 给你 也没想到他们说 没想到 你不要说 做题目 你叫小孩子 都题目 啊 哦 你是提示他哦 对 题目 题目 他没有 他用得 哇塞 就是小孩子有沒有 看到沙灘上的足跡被海浪 對不對 沖停了 那你是 你是他母親 你要怎麼要告訴你的小孩 他會相信嗎 他有看到 他會相信嗎 對 小孩子會說被浪衝走 被浪衝走 那你會不會叫他明天再去踩就有 你要走開 來來請坐請坐 各位這個佛法很深奧 但是佛法不離開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的生活 你從日常生活當中的生活當中來領悟神奧的佛法 各位當我在講一個PE的話 你會很客觀 你會很客觀的看清楚有沒有 你也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也知道說這個小孩子不懂有沒有 因為我的PE你會覺得說 這是小孩子不懂 但是問題各位 我們 我們 你現在所看到的我的這個身體 難道不是我踩上的足跡嗎 你有這樣看你的身體 就像看沙灘上的足跡嗎 你有如是關嗎 你沒有如是關你都怎麼關 還是改天我要整個人對不對 躺在沙灘上的人形 然後再爬起來 誒 諸位 我們這麼說 針對小孩子 你跟小孩子講說 根本就有那個足跡 這樣有沒有用 沒有用 但是針對大人你需要解釋嗎 不用 大人是不需要解釋的 要注意聽喔 這個掛呢 是呼吸畫的 下面的文字呢 是周公寫的 還有他的 他的爸爸文文文 我先寫的這一段字 是周公寫的 也不是公子 魏龍在天啊 立見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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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說一下 各位以前 魯家有幾個名詞 一個叫做大人 一個叫什麼人 一個叫小人 還有一個叫什麼 君子 各位 各位你看魯家的書 有沒有 你會常常看到自己的名詞 對 其實他這裡會談的大人 不是那個做大官的大人 其實他裡面說談的大人 一般指的都是一些聖人 對 對這些不懂事的人 他沒有辦法看清楚真相 他沒有辦法達到那個程度 那所以我們對小孩子來講 對 各位 我對小孩子 我 會 我剛才請教那個同學 我對小孩子 我會這麼說 親愛的孩子 對 那個腳步是會走路的 對 所以他現在隨著大海 走路回家 他現在走到龍宮裡面 明天啊 有沒有 明天呢 只要你出現 當你一出現之後呢 他就會跟著你的後面 來了 我對小孩子 我會這麼說 各位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們現在 依你們現在學佛 你們是大人還是小孩子 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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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孩子 哪空救主堂金在看 哈哈哈哈 庸祖堂金是為大人 哈哈 我們不是聖人嗎 蛤 你雖然不是聖人 但是你也會反腐 不然你不會坐在這裡 我們兩個在想想 哈哈哈哈 對不對 你也不會有那個 對 你也要有那個音源 你才會坐在這裡 啊 對不對 啊不然早就什麼 早就 早就相看兩不厭 也看也討厭 所以聽也聽不下去 不知道在說什麼 各位不知道在說什麼 所以各位 你說這樣的道理我們應該怎麼講 那 那佛對 佛對初學者怎麼講 對佛對初學者講說 這是無常 對不對 這個足跡是什麼 是無常 世間的一切 靜是什麼 靜是無常 嗯 佛對 因為 研究不深的人 佛會直接這樣講 因為他能夠理解 對 他能夠理解 但是佛不會告訴他說 對不對 這個是不深的嗎 不滅 但是這兩個有沒有矛盾 沒有矛盾 只是呢 你沒有看到他的深跟淺而已啊 各位 你們看到深跟淺一樣 就現在我再做一個P就好 剛才問我說 師父這個要不要化掉 我說這個土可以留著用 我們一般人看事情 我們一般人看事情 在這裡 在這裡就看到這裡 我們說說 都是這樣看人生的很奇怪 對 各位 你看人生喔 應該看整體的 各位看整體的人生 你應該看整體的人生 你要看整體的人生 這個整體的人生當中 表面上充滿了變化 但是你在注意看 你在注意看 你不斷的看下去之後 你會看到 不變的道理 你一定可以去提到 不變的道理 但是表面上你看到變化 但是你還是要先學習 你還是要先學習看清楚 你一定要先學習看清楚 舉個例子 你要看清楚你小孩子的變化 你才是一個好的主管 你才是一個好的主管 你要看清楚你員工的變化 你才是一個好的主管 你要看清楚學生的變化 你才是一個好的老師 你要看到這個國家這個世界的變化 你才是一個好的總統 不要你知道 my God 你一樣他們心裡的內在也什麼 也不一樣 完全都不一樣 这是好的婚礼 那各位 比如说我们出家人 你知道我们看什么变化吗 我们要看佛教的变化 你知道佛教现在怎么变吗 好 对不对 你就是说 变到最后呢 我们说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 但以修行的角度是什么 就是米的人如同流氓 物的人如同牛角 一只牛才两只脚 如果是多数那还要有没有 所以当我们这么讲脚 人家说这种就不太厚 你知道吗 当我们去讲那些毛 人家说对对对 我到时候听到的我到时候听到的佛教 佛法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各位你要会观察 因为观察它怎么变化的 你要知道现在发生 发生了什么事情 各位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以后的佛教一定会被居士取代 这句当成佛教一定会被居士取代 这句当成佛教一定会被居士取代 这句当成佛教这样 哪一戏就会死的啊 虎虎叫虎虎都敢 蛤 啊 漂亮 各位 对不对 有时候你们学佛法学太快 什么叫学太快 你们一刚开始就是要学不生母义 有时候我说学太快 你们刚开始应该要先学生母义 你们应该刚开始应该要先学五常 好 各位你们刚开始应该先学五常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讲过了 你处在变化的人生 有没有 包括这个观察者与被观察者都在什么 都在变化 对不对 那各位那既然都在变化 好 各位既然都在变化 所以你应该观察变化 那你不要小看这个概念啊 这个概念啊 佛在阿含经哦 第一者 他一开始他就要谈这个概念 他就是教你怎么休息 他就是跟你谈说呢 你要正观呢 五义 五义就是身心世界 你要正观这个身心世界 是无常的 是苦的 是空的 是无我的 你这样就能够什么 你这样就能够远离 悠悲苦恼 但是这位 但是学佛的人常常会这样观 但他对他的子女不观 对他的另一半不观 对他的父母不观 对不对 对他的工作不观 对他的事业不观 对这个社会的变化不观 难怪会吃到哪一排的油 但是这位 我我观给你看 对不对 你下次依旧 还是会继续吃到不蠢的油 以我的观察 我现在是可以很直接的告诉你 对你现在不用高兴 你会你一定会继续再吃下去 我刚才是跟他开玩笑说 我看吃自己身上的油 各位吃自己身上的油安全吗 因为本身 这个就是污染体 拿这个污染体来提炼 那也不安全 也就是说有的事情 它是会一直变的 但是问题呢 他什么时候才能够 对如你所愿呢 这是这样的 各位学佛不是如你所愿 你们不要这样学 如我所愿 这个叫做吃人说漫话 学佛不是对如我所愿 而是应做如是观 你要很实在很如实的观察 各位能够这个样的人 其实他已经是一个智者 他已经是一个智者 那那诸位哦 这里面对这里面所谈的叫做正观 这是鲁家 很多人都误会以为说这是道家的学说 根本就是这是鲁家的学说 因为我刚才已经跟你讲过了 这个卦呢是福西画的 这个卦尺呢对是文王呢对写的 这个窑尺呢是周公对写的 这个窑尺这个像 再加以解释是孔子 所以很多人把他跟 而是说 而是说 对不对 道家 因为这个本来就不属于哪一家 他只是自然的描 他只是描写自然的现象 啊所以 这个有没有正观有 他关什么 诸位 观变化跟观无常 你不一样 一样 一不一样 一样 那你会管吗 嗯 你会管吗 你会管吗 会不会管 现在就会 这诸位 对不对 你学了 我还就没那句话 你会了吗 嗯 对 但是这个简不简单 我告诉你 以佛法来讲 这个概念好像是很简单 这个概念好像是很简单 但是现在问你的话 能做到的又很少 对不对 也觉得说什么 也觉得说 奇怪哦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化 那现在我就问你个问题 那你都观察到手 你都观察到手 来 来 你说说看 还是那句话 黄神卖了吗 黄神卖了吗 没给你救急啦 分炒到什么 什么都会变化 那你先回答那个问题 黄神卖了吗 因作如释的回答 卖了吗 卖了 哦 卖这个价钱满意吗 蛤 有 有足够吗 你们住在什么区 蛤 你住在什么区 泰山 什么 泰山区 泰山 新北市的泰山区 讲话里比较大一点 新北市 哦 新北市 泰山 新北市 黄帝山 平均一坪 多少 泰山 要看电脑 对外看 我说平均 多少 二十五 三十 平二十五 哦 未来三年 会长到多少 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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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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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要尬你 要泰山 你也不知道 还是说 还是说 未来三年 会跌到多少 应该不会跌 因为那边现在用自己 哦 应该不会跌 那未来三年会长到多少 不知道 各位我跟你讲 叫你们官无常 五千五官 叫你官赚钱 你要知道他怎么变吧 你怎么不知道呢 哎 各位 他在变你怎么不知道 对 你说师父 我从来 我从来都没有在观察皇子 我只是在在观察 呼吸 一呼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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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中了我一天 小S 胖给男人满 对 对 可以我讲这句话 没有错 修行要一门深入 比如说你观呼吸的时候 你要好好观观呼吸 然后一天 然后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观呼吸 然后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观呼吸 其他的我都不知道 请问 你是什么人 我已经不知道你是什么人 我真的不知道 有的人在骂我们说 你们跟社会脱节 各位不会修行的跟社会脱节 被人家骂该不该 该 一定是该骂的 是你的一呼吸比较重要 是你的一呼一吸比较重要呢 还是你家庭的和乐比较重要 家庭的和乐比较重要 你们家有没有关吗 他们家大声 你家有没有关吗 各位有没有 我们有在关吗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家庭不和乐吗 因为我们没有观察家人 因为你没有观察家人 所以你不了解家人 你不了解家人的需求 你不了解家人的痛处 你不了解家人想要跟你表白的那个区块 对不对 你不了解家人啊 不想跟你谈你那个部分 如果你能够如此这么清楚的 观察你家里面所有的人 你自然就有办法跟家人 你自然就有办法跟家人好谈 好得了 对 那那那诸位 这个区块为什么你们学佛之后 我很少谈到有人交这个区块 各位我现在谈的不是人际关系 不是说家庭本来就要和乐 各位这个概念不用你学佛 而是我跟你讲说 你有这样修吗 修我观吗 我观察 我现在讲的是我的观察 各位 我跟家 我跟家 家里面的人的和乐 你不了解他们 你有办法跟他们和乐 各位 孩子 孩子 孩子都是跟他的朋友最亲 我有说错吗 我有说错吗 孩子有心事 会告诉父母还是朋友 没有 孩子都跟母亲最亲还是父亲 母亲 对绝大部分还是母亲 对不对 所以这个父亲在干嘛 没有关 没有关 对不对 所以一之位 所以为什么说 有时候你学到最后 你会觉得说 有时候你认真是修行 但是你也不快乐 为什么不快乐 因为你其他的因缘 出了问题 因为你其他的因缘 出了问题 然后让你很不快乐 有的人学到最后呢 就是说什么 师父你不是说吗 对不对 世间就像一场梦吗 这些不要管了 我还是关我的呼吸就好了 既然世间是一场梦 你现在在关呼吸干嘛 不是一场梦吗 那你现在 你现在干嘛 干嘛 这么用功 关呼吸 诶各位 哎呀 世间都是假的啦 我好好休息 那各位我问你个问题哦 好好休息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 你现在在梦中 好好休息是真的吗 那本来现在做梦 各位所以你讲这个话很成立吗 完全不成立 你讲的事件是一场梦 你讲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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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能力 去解决什么 你身边的问题 你身边的问题 其实反而暴露你没有能力去解决身边的问题 好 那所以 我告诉你 你百分之百认为 世间是一场梦 你也不用休息 为什么 因为你当下就觉醒 你当下就觉醒了 觉醒了之后 你就可以去上步吹风 去捡垃圾 人家在公园 你也可以拉二胡 你也可以坐在那边听二胡 对 为什么 这不是梦幻的人生 对不对 你只要清清楚楚 这不是梦幻的人生不就好了吗 对 你在那边关呼吸 还不是要叫你去关到 彻底的不执着 对什么叫彻底的不执着 对什么 百分之百知道那是梦幻 然后我又能够清清楚楚的在梦中做佛事 所以诸位 所以有时候你讲的话是不成立的 也就是说 也就是你跟别人 你这样看我还是不难够 因为我们今天是在教六祖谈经 我们今天并不是在教 教原始佛教 六祖跟你讲 佛法往哪里找 在世间 对 菩提往哪里找 对 要在缓闹 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拆开呢 所以如果你学佛法 假设你有矛盾 诸位你佛法一定学不好 没有矛盾 一点矛盾都没有 一点矛盾都没有 会观呼吸的人 一定会观身边的人 会观身边的人 一定会观自己的人 会观自己的人 一定是了解别人的人 会了解别人的人 一定可以跟别人相处很好的人 这不用怀疑 这样走通 有没有 不然你所学的东西 在干嘛 各位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的人去少林寺学武功 他学武功的目的是要做什么 好 好 来蔡青士说说看 很多人去少林寺学武功 他的目的是会有什么 要去身过别人 或者是强健身体 他的目的就是要变成了 有没有 李连杰什么 第二 他要拍电影 他想出人头地 很多人真的是这样 我不敢 对啊 这不是学武功的内涵 那一样的道理 我们修行的目的 对不对 不是只管自己好好的修 然后我们不管身边的因缘 你要注意这句话 你不管身边的因缘 一个人 在道场里面 他自己好好的修 然后他也不管那个道场 的所有的事 他的 他一定不能顾 他不能大车大落 为什么 因为他的之间还没有彻底的打开 那各位那一样的道理 你在家里面也是道场 你在这个社会也是一个大的道场 如果你的修行是不管其他的因缘 你的修行是有问题的 而且我坦白这么讲 也就是说 也觉得说 你的障碍会蛮多的 各位你的障碍会蛮多的 虽然六祖这么说 只见己过 不论人灰 他那个讲的是自己的故事 对不对 但是他没有讲说 对不对 只要自己好好的修 不管其他的因缘 他没有这么说 只要是谈到大乘佛法 只要是谈到大乘佛法 都没有办法 离开这样的论述 就像我谈一个P就好 要领悟到无我 要领悟到无我 这样对不对 对 但是领悟到无我 完了吗 没有完 领悟到无我 你的道业完成了吗 没有 那你不知道无我的目的 是为了什么目的 因为一个彻底无我的人 才有办法怎么样 利他 不然他根本做不到 他根本做不到 所以说你自己 你自己的知见 一刚开始你自己就很清楚 如果你一刚开始你不清楚 你根本没有办法展现 那我们现在把话绕回来 要知道 要知道我说到哪里啊 你们不要笔记抄一抄 不知道我说到哪里 我现在是说 一个小孩子 我只能按照小孩子的程度 来劝化他 来教导他 因为他是小孩子 对 但是问题是 假设你没有这个程度 你更高的程度 你是不会有的 那我们现在学伙的人 就换一个毛病 表面上是比较基础的东西 他懂不懂 其实他也不懂 但是我们很容易误认什么 我懂 各位注意这句话 我们很容易误认我懂 我现在举个例子就好了 举个例子就好了 无常是不是基本功 是还是不是 会用无常的 请举手 不是基本功吗 不是基本功吗 学了不会用 那是不是要留几呢 诶诸位 这个道理很简单啊 你学什么 就问你自己我会用吗 你为什么用不出来 对不对 因为你不懂他的金属 那天有一个 有一个 法师他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呢 他说答案师傅 你觉得哪一本金把无常讲的最好 你知道我怎么说吗 心情哦 太轻啦 我就问那个法师说 你觉得哪一本金呢 他说应该是阿罕金 应该是阿罕金 佛有讲一部金 叫做无常金 这本金我读过 现在很多往生者有没有 那法师 现在很多人都改送无常金 就是 就是有的往生法师去诵金 就送无常金 之前很多送弥陀金嘛 地藏金嘛 现在很多的法师都送无常金 除了他在讲无常之外 因为那个经文也短短 最后较快下班 比较短 那送完之后就可以下班了 所以那个法师跟我讲说 对 应该是阿罕金 我就笑一笑 我说佛有讲一部金叫无常金 我说佛有讲一部金叫无常金 然后那法师就跟我讲说 那你 你是不是认为 是无常金呢 我说不是 我认为 我认为把无常讲得最清楚的就是意见 那我认为 我认为 那是有的 有人长期住在国外 你到国外的书局去看这一部经 他的英文怎么换的 他的英文的换意是这样 变化的书 现在问题是还好 这两本经我都看过 所以我 我最深渴 但是我赶快把它擦掉 因为我怕你们 要去看 不用看了听我说就好 我怕你看看你又绕不回来 知道吗 我怕你真的 真的绕不回来了 对 因为我的用意 你看下去你又 你自己又有你自己的想法 佛法 佛法所讲的变化 是讲的 很细腻的 易经所讲的变化 对 对不对 就是偏向你 人生的现象 自然界的现象 简直这么讲啊 佛法讲的变化 是 看有 看有 但是易经所讲的变化 对不对 比较粗 但是佛法讲的变化 变化 对我们 修行人来讲是最直接的 但是易经所讲的变化 对人生处事是什么 是很重要 所以 这个是你们自己 要去知道那个道理 那你明白 你就会用 再来 我再讲一个概念 佛法所讲的变化 是叫你不要执着 易经告诉你的变化 是告诉你说 还事你该戒胜的 恐惧 这是不太一样的内涵 但是你要尊重 你要尊重 圣人的智慧 能够讲出这样话的人 都有他们很深很深的智慧 你能够 你能够去观察 那再来 佛法所讲的变化 讲的是身住易灭 沉住坏空 易经所讲的变化是 成败辛酸 所以 所以如果 这两者你都会 我所讲的两者 原则上 是方便说 为什么要方便说 其实变化只有一种 哪有两种 对不对 只是方便跟你这么说 你明白的人 那就通了 都一样 对 都一样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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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谈五场 所以我在谈五场 我会只谈你修行的部分 我还是会谈你人生的部分 各位这个部分 最好 两者都要谈 最好两者都要谈 那作为那我刚才讲的是 各位我刚才所讲的是小孩子 针对小孩子 我就告诉你这样说 对不对 omy AA 应该 ничего 两者都在谈 孤儿 vibrating 订阅